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 我不会 我们现在从我们住的那个阳朔的旧县 到朝阳村 就是隔壁的一个村庄 我们到了 到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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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当地的特色 对吧 对 这个原来是螺丝吗 还是 对 螺丝 然后把里面的螺丝 掉出来 掉出来 然后坐坐坐坐 哦 我们一会儿又 自己坐 自己坐也可以 你自己坐吧 跟你们一起坐呗 对 我叫你坐 哦 感觉这边的螺丝好大呀 好大啊 黏螺 这个很香 有薄荷 哦 是薄荷在里面 对啊 我一直在想到 什么东西那么香 薄荷在这里 哦 对对对 这么自己 我们也去看一下 哦 你们自己的薄荷 你看 这边自己的薄荷 果然 是第一次我吃这个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 别人会去在市场 或去超市买苦瓜 我们到对面摘 原来是这样做的 好的 苦瓜怎么那么轻啊 这是好轻的一个苦瓜 对我来说 没问题 你高一点 在那个 我高一点 对 你要这个 对 在那个 直接摘下来是吧 对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好大 OK 来 来我们回去 我们园子刚才出来了 那边就是我们那一家店 摘了几个苦瓜就回去 然后把刚才 朵碎的五花肉 塞进去 这里面是我们的螺丝酿 这个味道是很浓的薄荷味道 1998 我们现在用这个当地的一个啤酒来做啤酒鱼 这是我们的草鱼 这是我们的啤酒 锅 锅 锅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我这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特别幸福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啤酒鱼更有体验感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他们怎么做当地的苦瓜酿 当地的螺丝酿 当地的啤酒鱼 当地的啤酒鱼 然后可以学到怎么做这些菜 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如果就是去一个普通的店 然后那边点的话 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恶外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啤酒鱼更有体验感的话 你们可以让我在弹幕里面知道一下 更有体验感的话给个1 嗯 体验感在店里面更强的话也给个2 好 我的天啊 我们的啤酒鱼 螺丝酿 和苦瓜酿 OK 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做菜 是农家乐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跟当地人当地的家庭一起交流社交 然后看他们怎么做菜 一你可以学到很多 二你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 所以这个让我很开心 叔叔谢谢 谢谢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 现在就是第一次人生当中 你有几个人吃的 可以拿蛋污出来 不用了不用了 就这样可以 就两个人 就两个人 然后这边的人都很贴心 都是特别特别的关心我 人生当中第一次吃一个啤酒鱼 然后学到的啤酒鱼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的灵魂在哪里 螺丝酿 苦瓜酿 和南瓜 喵 你们吃过南瓜庙吗 你们可以让我在弹幕里面知道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一只猫很喜欢去泰国旅游吗 因为它很喜欢去 喵 喜欢吗 OK 那我们就开始吃这个东西 螺丝酿 这个没有办法跟任何德国的菜对比的话 因为它是螺丝把里面的东西扣出来 躲碎 躲碎了之后加一点调料 加一点薄荷 然后塞回去 主要是那个薄荷 你躲碎了之后你觉得薄荷很香 它炒了这个东西之后和加水煮了之后还是很香 薄荷的香加上去那个肉味完美 我们看一下 哦 这个我没有想到 是螺丝酿 需要煮差不多25分钟左右 它这边煮了很久 我以为它就是放到那个锅里 炒一下就搞定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海鲜的东西 我不知道螺丝算不算海鲜 就是如果你跟我说这个是猪肉的话 或者这个是鸡肉的话 我也会相信你 然后加上去那个薄荷杯 特别特别的清爽 所以如果你自己吃一下 柜林周边的某一个地方的螺丝酿 然后你会发现没有薄荷的味道 那可能不太对吧 没的我觉得不科学的地方是 你都已经把螺丝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了 夺碎了之后 都已经搅拌好了 你直接把这个东西扔到锅里不香吗 怎么还塞回去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是苦瓜酿 我是真的我来养朔之前 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酿 养朔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菜谱上面的酿 这个只是在养朔有什么 苦瓜酿 什么什么食物的酿吗 还是全国在中国都有 这个你们可以让我在弹幕里面知道一下 那我们下一个就尝试一下 这边的苦瓜酿 这个苦瓜酿我说实话 如果不知道这个苦瓜的话 我会认为它是一个菜椒 或者一个青椒 然后里面就是放那种 那种猪肉 躲碎的猪肉 因为我们德国人就很喜欢做这个 就是一个青椒 躲碎的猪肉 塞进去 然后煮 跟这个一模样 然后就吃 用五花肉 就是我们唯一的区别是 我们没有苦瓜 我们用青椒 浓浓的五花肉的味道 香 各样的酱油调料的味道 像我刚才说 那个德国的唯一区别是 苦瓜太苦的 苦瓜跟青椒的那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就你煮熟了之后 它会有点软软的 苦瓜外面的皮是脆脆的 一旦你咬下去 它里面确实有点烂掉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咬下去 你就是有里面的那个肉的口感 这真好 哇 这就是南瓜 喵 不说实话 弄起来像其他的绿色的菜一样 我是真的分不清楚是吗 空心菜 绿色的这个菜 那个菜 哦 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咬下去它确实好脆 这些根都是很粗的那种 很好吃 你们发现了没有 我们在杨树除了那个桂林米粉之外 没有吃过一道辣的菜 如果你们还要吃到一个杨树当地的辣的菜 你们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如果桂林米粉你不加辣椒的话 它其实也不辣 但是广西人不接受辣吗 还是 怎么找呢 你们吃 比较鱼吃了没有 还没 现在 嗯 现在要尝试 最后的一个就是啤酒鱼 我现在看一个啤酒鱼 哦 长得很好看 我看了很多文章 然后问了很多当地人 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说的不一样 你想追求口感 还是你要追求非常当地的那种感觉 到底哪一个鱼是最好吃的 该用哪一个鱼 该用哪一个啤酒 我是说实话 鱼 新鲜 好吃 当地人用他们自己的做法 调料 以及他们当地的啤酒鱼泉 难道不是当地的特色吗 特色 哦 这个口感太好了 说实话我吃不出来任何的啤酒 哦 你看多少肉 你们要记得哦 吃啤酒鱼一定要蘸那个酱 嗯 嗯 里面有人都吃 嗯 很好吃 嗯 我很喜欢 又咸又辣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实话 这我父母也会喜欢 你们看不管是哪一道菜 是那个啤酒鱼很多汁 苦瓜酿有很多汁 螺丝也一点都不干 一旦你加很多汁 所有的饭都会特别特别香 德国人吃哪呀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但德国人吃哪 然后今天吃的每一道菜 不同的汁的味道 啊 香 然后现在就是再一次享受一下 后面的山 这边的农家乐 然后跟这边的家庭再聊一聊 完美 OK 那今天我们在杨树是最后的一天 我们在杨树看了好多很好吃的 今天也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啤酒鱼 你们觉得我们今天做的菜香不香 香不当地 然后后面你们看到了没有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说不定收藏啊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我跟这边的家庭继续吃我们的饭饭 然后就早点睡觉啊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先继续吃饭饭 拜拜 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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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